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例題 這個例題它說呢 這個 f of x 跟 g of x 它分別是兩個二次多項式 那如果 f 跟 g 呢 它們的最高公英式是一次式的話 那叫我們求這個 a 之值 那我們看呢 這個 f of x 因為這個 a 它裡面的這個 a 這個係數它不給我們 所以呢 我們沒有辦法去把它分解 那因此呢 我們就想到呢 既然呢 它告訴我們說呢 它的最高公英式是一次式 那表示說呢 這個 f 我們是可以把它拆成呢 這個一個一次式 s 減掉 a 喔 然後再乘上它的 3 喔 假設是 q 1 喔 那另外呢 這個 g of x 喔 它也有這個 s 減 a 這個因式喔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這個 g of x 呢 拆成 s 減 a 呢 乘上這個 q 2 of x 喔 乘上這個 q 2 of x 喔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看作第一次 這個看作第二次喔 那當我們把這個第一次跟第二次相減的時候啊 這個等號左邊呢 就是 f of x 喔 減掉這個 g of x 喔 那相減以後啊 因為等號右邊呢 都有 s 減 a 這個公英式喔 所以呢 你可以把 s 減 a 提出來喔 然後它就剩下這個 q 1 of x 喔 減掉這個 q 2 of x 喔 所以我們看到呢 這兩個式子相減喔 它也會呢 有這個 x 減 a 的這個公英式喔 也會有 x 減 a 這個公英式喔 那事實上這個就是它的最高公英式喔 那因此呢 為了要解這個 a 喔 所以我們就想到呢 把這個可以消掉的消掉喔 所以如果你這邊呢 把它看成是第一次 這邊看成是第二次的話喔 那我們用這個第一次呢 減掉第二次喔 那等號左邊呢 就是 f of x 呢 減掉 g of x 喔 那這個等號右邊喔 這個 a 減 x a 平方 a 平方 a 平方消掉了喔 那這個 a 消掉了喔 這個 2 減 1 呢 就是 3 喔 2 減 負 1 就變成 3 那所以這邊就變成 3 x 喔 那這個 2 1 2 1 消掉了喔 負 5 減 1 呢 變成負 6 那因此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 3 給它提出來的話喔 那麼這個公英式呢 就浮現出來了喔 就按照上面這個式子喔 兩個相減喔 它的這個公英式喔 一定會浮現出來喔 那這個公英式呢 就是 a 減掉 2 這公英式就是 a 減 2 那 既然呢 a 減 2 喔 是這個 f 5 跟 g 的公英式喔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推得說呢 這個 f 5 2 喔 它就是 0 那這個 g of 2 呢 它也是 0 這個 g 2 它也是 0 好 那接下來呢 既然 f 2 是 0 的話喔 我們把這個 2 呢 給它帶到這個 4 子裡面去喔 找個顏色喔 這個 a 時帶 2 下去喔 這邊就變成 4 喔 再加上呢 2 乘上 a 加 2 喔 所以呢 把它抄下來喔 4 加上這個 2 乘上 a 加 2 喔 再加上這個 2 a 減 5 呢 那這個要等於 0 那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呢 就可以把 a 給推出來了齁 那這個 把它全部乘開齁 這個 2 a 加 2 a 呢 就變成 4 a 了齁 那接下來呢 這個 4 齁 要加上這個 4 齁 再減掉 5 所以 8 減 5 就變成 3 了齁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呢 這個 a 就等於 負 4 分之 3 齁 好 a 就等於負 4 分之 3 那這個題目呢 就是使用相減的方式喔 下去把它求出來齁 那麼 你如果從這個 g 帶入 2 齁 下去令它等於 0 的話 也是可以求出來 a 等於負 4 分之 3 齁 那這個題目齁 最主要就是說呢 因為 a 不給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下去做音色分解齁 短短相處也沒有辦法做齁 做起來會很麻煩 所以呢 使用這種所謂相減的方式齁 那如果它們有 x 減 a 的音色齁 那麼它們兩個相減之後呢 照樣會有 x 減 a 這個供音式出來齁